女孩一丝不挂 被泡在巨大的蒸馏器中 她逐渐失去生命迹象 已经没有了呼吸 男人闻闻了 总觉得差点味道 当天晚上又来到一处花柳巷 将济师一棒子敲死 为了提炼出她身上的香味 随即将女人全身涂满动物油 割下她所有的头发 用麻布包裹起来 时间一到 男人解开麻布 开始用弯刀小心翼翼地刮下她身上每一层动物油 甚至连发丝上的都不放过 将原料筒筒放入筒中 加一些蒸馏水将其稀释 最后架上火烧 只见那动物油达到沸点后 不断挥发 蒸汽慢慢汇集在一起 男人闻了一下那女人炼制出来的香水 他知道自己的实验成功了 但为了制作出那无与伦比的绝世香水 他需要提取13个女人身上的味道 而这个对香水有着异常执着的男人 名叫本喵 他自一出生下来就飞比寻常 那里是18世纪欧洲最大的城市巴黎 底层的人生活的也是最脏乱的地方 而他的母亲在鱼滩底下生下了他 本喵的第一声啼哭 则把自己母亲送上了绞刑架 本喵也被政府托管给了一家孤儿院 还是婴儿时期的他 就显露出了超凡的嗅觉能力 抓住一个小男孩的手指开始细纹 这也使得在场的孩子们感到很不适 就打算捂死这个嗷嗷待哺的婴儿 直到院长出现 才就吓了他 本喵渐渐地在孤儿院长大 一直到5岁都不曾张口说过话 他对周围一切东西的味道都充满好奇 甚至能通过物体的味道 判断其空间方位 转眼之间 13岁的本喵学会了说话 孤儿院那小地方也在容不下大了的本喵 于是院长就将他卖给了智隔铺中充当苦力 但院长却在回去的路上 被强盗给割喉劫财 成了本喵生命中第二个不幸死亡的人 本喵的生命力是如此顽强 在平均只有5年劳动力的工地上 他活了下来 甚至成为劳模 每天干活十几个小时 获得了公投的赏识 在公投的授意下 跟着自己去镇上送火 这对本喵来说是一个无比宝贵的机会 让他可以接触工地之外的世界 他尽可能地汲取镇上所有东西的味道 想把这个世界所有的味道统统占为己有 这是一种超出认知的味道吸引住了本喵 他寻味而去 发现那味道竟是从一家香水店散发出来的 那里金碧辉煌 里面的人各个涂脂抹粉 穿戴高贵 完全不同于自己这一阶级 他也闻到目前法国贵族中最畅销的一款香水 名叫爱神 与此同时 另一个绝妙的味道又将本喵完全吸引住 那是从一位慢性的少女身上散发出来的 本喵控制不住自己的本能冲动 一路尾随上去 甚至变态般闻起了少女的先手 这下可把他吓得不轻 慌不择路地跑了 可本喵切而不舍 继续寻的香气就找到了那个少女 如鬼魅一般 在他身后瞬息着身上每一寸香气 少女发现背后的一样 可刚要尖叫 就被本喵给捂住了嘴巴 防止他引起路人的注意 可等路人散去 那少女竟被自己给捂死了 这不是他的本意 一切都是那么意外 可看着眼前这美妙绝伦的少女 本喵最终还是抑制不住内心 解开少女的衣服 开始肆无忌惮地品尝这少女的芳香 他新世界的大门被打开 即使自己被公投教训 也无法使他忘记那女孩醉人的香气 本喵意识到了自己生命的意义 他必须得学会如何保存气味 只有这样 他才不会失去这些超凡脱俗的美 于是他趁着送货的机会 来到了镇上一位落魄的老香水师傅家中 实验室陈列的所有香水原料 并毛遂自荐 自信自己能够做出与爱神一模一样的香水 但香水师傅却认为这个工地小子是在胡说八道 直到本喵开始混合所需要的原料 一样一样的添加 不需要计量器 只凭自己的手感 就做了出来 老师傅尝试性地闻了一下 不出意料 那正是与爱神香水分毫不差 本喵表示爱神并不是最好的香水 在几番操作下 一份进阶版的爱神出现了 看着眼前刚认识不足十分钟的年轻人 竟以如此的天赋 老师傅第二天就以武师法郎的巨款买下了他 而公投不幸在一场宿醉中 淹死在了护城河里 成为了本喵人生中第三位因他而死的人 而老师傅的香水铺 则因天才本喵的加入 由盛转衰 甚至超越了当年最辉煌的巅峰时刻 让老师傅赚得盆满钵满 他也遵守当初的承诺 向本喵传授制作香水的工艺 每种香水都前调中调后调 总体有十二种香料 只有三种调结合 才能达到和谐统一 但传说中还有第三种香料 只有加入了它 才能做出真正的香水 让地球上的人感觉进入天堂的香水 老师傅的话 让本喵深深记在脑海中 老师傅慢慢教授了本喵 用蒸馏法保存气味的记忆 没过多久 本喵就已经全部学会 甚至开始自己实验 试图保存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可接下来 实验室中的爆炸声 引起了老师傅的注意 实验室中遍地狼藉 本喵指责师傅欺骗他 根本就无法保存世间万物的味道 可师傅看着那些玻璃桶 甚至是猫的尸体 直呼他简直是疯子 表示像这些东西 包括人的味道 都是无法保存的 听到这段话的本喵 仿佛人生瞬间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净之地倒地不起 随后的几天中 也是病入膏肓 医生认为他即将不久于人世 躺在床上虚弱的本喵 用最后一口气 问师傅还有别的方法保存气味吗 便说出了一项古老的记忆 叫做油脂离析法 但这种记忆连自己都不会 只能去往那里的市中心来学习 听到还有实现理想的希望 本喵在接下来的一周里 瞬间就完全好转 再给师傅留下了 一百种香水配方后 师傅心满意足地给他开了封介绍信 送他离开了 而师傅则抱着自己最珍贵的香水配方 随之长眠不省 成为了第四位牺牲者 一路上本喵跋山涉水 不知经过了多少的河流 多少的山坡 终于来到了目的地 然而在路上 他又再一次闻到了曾经熟悉的味道 没有错 那就是绝美少女的味道 他是城里一家贵族的女儿劳拉 从小到大生活在家庭的庇护下 拥有天仙般的容颜 与纯洁的心灵 这让本喵按按在心底做出了决定 一转眼 本喵在师傅的推荐下 进入了当地的一家香水制作工坊 当起了学徒 因为天资聪慧 被工坊师母屡屡夸奖 在那里也学会了油脂离析法 但却让工坊的另一个负责人心生嫉妒 还有更重要的计划要去实施 他杀死了巷子里的济湿 用油脂将他身上的体香给分离出来 甚至连他的宠物狗都误以为自己是女主人 但这跟劳拉的香味比起来 却是天壤之别 本喵趁着贵族家为女儿举办生日聚会之时 悄悄潜入屋外花园 趁着劳拉与众人捉迷藏之际 打算将他捕获 但副少爷的出现将劳拉救了下来 本喵只能退而求其次 杀了两个贵族双胞胎 将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制成了两瓶香水 但屋外的负责人看到本喵未完成工作 进门刚准备教训一番 可闻到他手上残留的一滴少女香水 瞬间就没有了力气 语气缓和地向本喵说话 随着源源不断的少女尸体被发现 全城都进入了戒备状态 搞得人心惶惶 草木皆兵 把这个神出鬼没的凶手 看成夜魔的存在 即使是这样 也无法停止本喵的狩猎 他也终于收集了12种少女香水 现在就差这最后一种 也是最重要的后条 而城里的警察为了尽快破案 将一个无辜的犯人驱打成招 当成了全部少女凶杀案的背锅人 可劳拉的父亲却认为凶手依然逍遥法外 而且他知道凶手的目标是那些美貌的少女 自己的女儿很有可能就是下一个目标 为了避免意外 劳拉父亲一大早就带队 准备将女儿送到他未婚夫家中 中途驻足于一家修道院里 本喵也在睡梦中惊醒 闻到了劳拉的气味在逐渐变远 于是顺着香味一路就追了过去 另一边 警察也从本喵房间的地底下 发现了那12名死亡少女的衣物 这下可以完全确认凶手了 到了晚上 本喵趁着众人熟睡 潜入了修道院里 来到了劳拉的房间 最后一瓶香水也终于治好 将那13瓶香水全部混合在一起 这样世界上最无与伦比的香水就大功道成了 可警察们也随之赶到 将本喵待不住 他即将在行刑台上 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尽酷刑 最后在斩首逝中 可那绝世香水拥有让任何人沉沦的力量 稍稍一闻 就足以让狱卒们放开了他 本喵则穿戴华丽 驾着马车 非常隆重地来到现场 那身上的香味 让行行手都为之下跪 现场的观众都无比相信他是无辜的 甚至劳拉的父亲都在他面前跪下 叫他儿子 而之后更是出现影史上最壮观的群趴画面 为了防风号 小编就不在这方原片画面了 而这场羞耻的记忆 也被人们故意抹去 参议会也商讨决定 将工房的负责人给当作凶手抓捕来扶重 而本喵则在返回家乡的路上 拥有这款香水 他足以统治世界 触发人们的爱慕之心 无论金钱与权利 都唾手可得 但经历这一切的本喵却终于知道 即使拥有它 也无法令人正常的去爱与被爱 自己对那个慢性少女的爱也不会实现 于是了无牵挂的本喵 将所有的香水倒在了自己头上 那美妙的香味令所有的鸡鸣一拥而上 很快就分食了本喵 这个世间从此以后只留下了关于香水的传说